昨天下午范冰冰开直播宣传李晨导演的电影《处女作》 直播中范爷先是一身居家打扮 在直播里跟网友们聊天 浇化妆 还躺在床上唱起了奇妙能力歌 热的网友刷屏称赞 社会我范爷 人美嗓子甜 我知道美里会老去 生命之外还有生命 我知道风里有时期 我知道你 眼瞅着范爷要成为李夫人 网友们纷纷化身催婚团 逗得范爷一脸甜蜜与无奈 让我先别拍了 谁让我先别拍了 让我生小孩 好吗这样 那你们会有一段时间看不见我 除了自己发福利 范爷还拉上了大黑牛做代班主持 小两口当着一千万网友的面 大情骂俏 狂洒狗粮 大黑牛一首歌没唱几句 就被换衣归来的冰冰女神 嫌弃地推了一下头 委屈巴巴的大黑牛 还对着镜头大喊自己被家暴了 然而两个人随后就甜甜蜜蜜地开始合唱 小巴哥顿时觉得 满屏幕都糊满了甜到忧伤的虐狗糖 他推我头 我被家暴了 有幸围观了这个家暴现场的网友们 都在评论陈冰填道没眼看 而已经被闪瞎的小巴哥 现在只想赶紧去打一针胰岛素 来抑制一下受到的暴击伤害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